这一声简单的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也什么都说清楚了 秋叶脸色变了变 小心翼翼地朝正房的方向瞄了一眼 才小声地说 我们老夫人可是打从心底里相信 那白帆忽然折断 是军功爷显灵 若是他知道了 那不过是你倒的鬼 或者是让侯爷那边知道了 护卫笑了笑 说话语气中带着无比的自信 简单侯不会知道的 我这手弹石子的功夫 可是家传绝活 讲究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倘若轻易地叫人发现了 我不如收拾包袱回家算了 还在广平王府当什么护卫呀 我敢打宝票 今儿知道我动了手脚的人 连姑娘你在内 绝不会超过三个人 秋叶半点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反而很是惊慌 三个人 除了我和你 还有谁 他会把事情告诉侯爷吗 护卫竖起食指摇了摇 除了你和我之外 有可能知道实情的 还有我们统领大人 其他王府护卫也不会知晓 统领大人自然是可靠的 不会把事情私下告诉侯爷 而赵老夫人那里 姑娘不说 她自然也不会知道 姑娘就放心吧 秋叶哪里能放心 她急得直跺脚 我自然是不会乱说 只是连我都瞧见你做了什么 你怎知就不会有第四个人看见 说是嚷嚷出去 让人知道郡公爷显灵 其实是我们这边人搞的鬼 老夫人的处境就尴尬了 护卫见她是真的着急 才反应过来自己的话 让人担心了 芒说 姑娘别急 你能看见 是因为你站的位置就在我前头 当时又因为担心赵老夫人 正巧转过头来盯着她瞧 才会看到我在做什么 其实那时 所有人都在看着剑南侯和赵老夫人 没人注意我们几个 更别说我前后左右都有人遮挡了 挡在我前面的就是你 石子由下往上斜斜弹出 个头极小 弹得又快 轻易不会让人看见 过后掉在地面 与路边其余的碎石混在一起 根本不会露出异装 至于统领大人 他并没有真的看见我做了这件事 只不过他清楚我有这门功夫 可以推测出来而已 况且这种事 除非当场被拿住 否则谁能证实我真的做过 如今建南侯已是过街老鼠 饶他说的天花乱坠 世人也只会认为他是在狡辩 秋叶听了他的话 渐渐地冷静下来 回想起这当时的情形 他似乎只看见他手里 捏着颗小石子要弹出 但弹出后石子朝哪里去了 他其实并没有看到 只是瞧见白帆折断 才有了这个推测 也许真的没有其他人 瞧见他做的事 即使瞧见了 当时没揭穿 过后再说什么也无用了 只是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忧 你以后别再自作主张了 这一回侥幸能瞒过去 日后再有第二回 就难保不会有人察觉了 你本是好心要帮我们老夫人 可千万别弄巧成拙 护卫盲举手发誓 我一定不会再自作主张了 方才统领大人已悄悄骂过了我 我只是瞧不惯见男侯的做派 明明做下了错事 还死口不认 甚至血口喷人 往老夫人头上泼脏水 他既然说赵俊公不能显灵 那我就让赵俊公显灵一次 给他看好了 横述赵俊公又不会真的冒出来 说我撒谎 秋叶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 俊公也是真的显灵过 不然你以为你弄断了两根白帆 我们老夫人这么容易就相信了 他从前是不信这个的 总念到什么子不语怪 利乱神 护卫惊讶 赵俊公真的显光灵 是在什么时候 怎么显的 秋叶正要回答 忽然听见大管家汪四平 陪着张家二旧老太爷张朝仪往这边来了 忙退开几步 假装正从狼那边过来 要往院门外走 护卫也很有眼色地配合他的动作 站起直立在狼柱旁做守卫状 张朝仪与汪四平进了院门 秋叶茫营上前行了一礼 二旧老太爷 张朝仪认得他是谁 点了点头 你们老夫人可在屋里 我又急事寻他上意 老夫人在屋里与广平王府的护卫统领大人说话 二旧老太爷请稍候 带奴婢前去通传 广平王府的护卫统领 张朝仪双眼一亮 与汪四平对望一眼 对自己准备要说的话更有信心了 张氏见到弟弟过来 并未多想 他们给你安排好住处了 赵炯着实失礼 他眼里就只有前家人 都忘了亲家老爷和你 才是他正经舅舅了 住处没什么可说的 张朝仪关心的是别的事 怎么不见那位统领大人 张氏不欲申说 他有事先离开了 又有些疑惑 一寻他有事吗 张朝仪倾咳一声 我方才听底下人议论 说赵炯摔了马 可能要贪了 那个叫高成的恶奴正张罗着 要请大夫给他治伤呢 听说请了一个极有名气的 却嫌人家是庸医 又不要人家治了 张氏淡淡地道 所以他爱请谁请谁去 这件事我不插手 我不忘官府告他一个忤逆不孝 指他个死罪 就已经是极宽大仁慈了 难不成还管他病了 还是伤了 即便我管了 只怕他也信不过我 姐姐 我并不是要你去管这件事 张朝仪又说 方才这汪四平 给外甥夫妻布置灵堂 我去瞧瞧他布置的怎么样了 顺便问了你们这些日子的经历 方才知道有这许多的凶险 若非老天爷垂怜 让姐姐和两个孙儿逃出生天 又得了广平王的庇护 只怕就真的 叫赵冲算计成功了 他如此狠毒 难道就因为如今他贪了 姐姐便放过他了不成 我知道姐姐素来都是容易心软 只是外甥夫妻的血仇在此 哪怕是为了两个孩子将来的平安着想 你也不能放过他 我何尝打算放过他 不过他好端端地摔了马 时又发酒 是郡公爷显灵了 要给他这个不孝子孙一个教训 郡公爷素来疼爱张子 如今赵冲贪了 此生前途也尽毁 日后还要吃一辈子的苦头 郡公爷也算是下了狠心了 可他还是留下了赵冲的性命 这便是顾念骨肉之情 若我执意要赵冲死 心里是痛快了 郡公爷在天之灵 又会怎么想 姐姐倒是顾念着姐夫怎么想 可他人都死了 在想又能如何 赵冲杀了姐姐的孩子 杀人偿命 以所应当 姐夫再不情愿 也不能越过国法去 况且 外甥不幸遇难 有多一半是姐夫害的 若他不是不分敌数 非要立贾敌为世子 又怎会让赵冲 以数字之身 凌驾于敌母敌地之上 若他依国法 依礼法 让外甥做了世子 那赵冲便是算计的再多 也成不了建南侯 张氏有些难过的 低下了头 为何连你也这么想 郡公爷 远眼设想的周到 赵冲无能 就让他顶着侯爵 安享太平富贵 卓尔聪慧 功名路也顺畅 从科举入室 能走到更高的位置上 若让他年纪轻轻 就继承了王府 今后也不好再去考亲世了 更不可能登革拜相 郡公爷是不忍 让爵位阻了 卓尔的仕途 方才如此安排 张朝义并没有被他说服 姐夫这样安排 选也不算大错 只是敌数不分 本就容易生事 赵冲长了这么大 连孙子都有了 姐夫即便早年间忙于征战 这二十多年也一直在家 难不成还看不出赵冲的品性 靠不住 他年纪已老 若真要让两个儿子和睦相处 原该多做些安排才是 或是事先分好家产 避免外甥吃亏 或是请皇上出面 给姐姐与外甥一个庇护 又或是提前安排好后事 也不至于为他葬在何处 让两房人争论不休 还给了赵冲一个害死你们母子的机会 和姐夫什么安排都没做 他一死 赵冲轻而易举的就把你们给害了 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 张氏听了不由的悲从中来 冲公爷 原也是有所安排的 他还跟我提过 只是尚未实行 他年纪虽大却一向身康体健 谁也没想到他会忽然救 他哽咽了下 低头抹泪 并非他没有这个心 这是来不及了 怎会来不及 他即便是旧病复发 也该有时间见儿女最后一面 都说皇上对他极为敬重 难不成竟未来探病不成 只要他跟皇上提一句话 赵冲也不敢妄为 张氏流着泪摇了摇头 实在是来不及 就是半日的功夫 宫里得心的时候 他身手都冷了 张朝义大气 难道他病危之时 姐姐过于的慌乱 就忘了告诉宫里 这不应该啊 以他姐姐的性情 不该出这种纰漏才对啊 张氏还在伤心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是汪四平代为回答的 二舅老太爷 那日老夫人不在家 驻国将军府老夫人作寿 老夫人带着二太太过去喝寿了 二老爷也出了门会友 只有哥和姐儿在家 一直都待在院子里 有如母照看 那日早起 郡公爷还是好好的 吃了一大碗的早饭 耍了三遍全 半点异状都没有 还吩咐老奴 将东四牌楼那几家铺子的账盘一盘 晚上他要查看 老奴盘账盘到一半 就听说郡公爷不行了 赶到正院去的时候 侯爷和夫人都扶在尸首上哭呢 说是说话时 说着说着就倒下来了 怎么叫都不行 请了相熟的刘太医来诊治 可刘太医到时 郡公爷就已经没气了 他们哭成一团 慌乱间也不记得要去宫里报丧 老奴赶到后 才打发人去请老夫人与二老爷回来 并向宫里报信的 张朝义的眉头再次地皱了起来 他看向张氏 见他点头 便知道汪四平所说的是实情 可这实情 却不能不让人多想 那位刘太医到底是怎么说的 姐夫是因为什么忽然昏倒 当时他跟前只有赵炯夫妻在 发病之事 真的跟他们没关系吗 张氏愣住了 有些事不能细想 一细想 就会越想越觉得可怕 张氏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沙哑着声音 不可能吧 赵秋做不出这种事来 郡公爷毕竟年纪大了 年轻时征战沙场 确实有过不少损伤 只是外头看不出来 他一平日里来家里诊脉 就提过要郡公爷好生保养的 太医只是让姐夫保养而已 及时提过他有性命之忧 姐姐 你且细细想想 姐夫去后 你可仔细看过尸首 上头 果真半点异状皆无吗 张氏没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因为他事实上 并没有真正见到丈夫的 最后一面 他在驻国将军府贺寿 对家中的事一无所知 等到汪四平打发人 去请他回府时 赵炯夫妻已经将郡公爷 装联好了 一入关中 郡公爷年纪大了 用的棺木是早就备好了的 兽衣兽鞋等物 也是年年重做 全都是现成的 只因当时已经过了端午节 天气一日比一日炎热 建南侯府中 还未备下足够的冰块 为防尸体腐化得太厉害 赵炯与牛氏 早早地将相关的工作都做好了 张氏回家后 看到的是面上蒙了白布的丈夫 她悲痛间 也曾想要扑到丈夫师手上痛哭一场 被牛氏死死拦住了 还哭着请她节哀 她当时没有细想 过后又因悲伤过度晕了过去 醒来时棺材板都定死了 如今想起来 事情确实不对头 端午天已经很热了 依照往年的规矩 该背下的冰块 理应早已入库 只是今年府中冰库是牛氏分离 她说没有 张氏顶多是疑心 她出理家务不熟悉旧力 又或是故意与季婆婆对着干 但京中又不是没有卖兵的地方 家里没有库存 难道不能现买去 几块兵能值多少银子 对建南府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怎么会找不到兵块 保存郡公爷的尸首 以至于皇帝还未派人来调研 赵炯夫妻就先把王妇的棺材给钉死了 张氏越想越觉得可怕 这跟赵炯意图杀死她和赵卓一家不同 她是继母 赵卓与赵炯是同父异母的嫡出兄弟 当中还有爵位继承的利益之争 赵炯杀他们可以是利欲熏心 可以是断绝后患 但郡公爷是赵炯亲生父亲 从来都对赵炯宠爱有加 不顾原配的反对 把赵炯记在他名下 算作嫡出 请封了世子 既是生下嫡子后 他也从没想过剥夺长子的世子之位 这样一心为赵炯着想的慈父 赵炯根本没有害他的理由 张氏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朝仪 又说 我知道你心里恨他恶毒 可是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没凭没据的 怎能轻易说出口 那样即便我们原来有理 也要被人当成是无理的了 张朝仪也明白自己说的话 有些惊弑害俗 但他就是觉得非常的可疑 并非我多心 赵炯未必就不曾做下 这等大逆不道之事 姐姐日后回了京城 千万要寻那日在家中当职的下人 问个清楚 也许赵炯有什么事 触怒了姐夫呢 他也许不是有意的 可他那副蠢样子 或许做了什么蠢事 把姐夫气坏了 害得姐夫旧病复发 也未可知 他们请来的那个刘太医 不是一向跟他们那房人交好吗 前年我到京中探望姐姐姐夫 十天里 倒能见到那个刘太医 跑家里给小掌房的人 枕上三四次的平安麦 行许姐夫尸手上留下了什么痕迹 是他帮着掩饰了 否则那赵炯何致连姐夫的最后一面 都没让姐姐瞧见 便把棺材给钉死了呢 张氏皱紧了眉头 也起了几分的疑心 刘太医与小掌房交好是肯定的 其实郡公仪另有用惯的太医 可那日出事 赵炯请来的却是刘太医 当时他不觉得有什么 如今想来 确实不大合理